诶 拜访完父爸爸 接下来我要找我娘热 看他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招待我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来找我娘热 你娘不在哦 这里只有娘有菜 那我娘到底站不在啊 你娘刚不是被辣死了吗 好像是 哎呦 你们两个到底在鸡同鸭酱什么东西啦 其实娘热指的不是妈妈 是15世纪华人移民与当地马来西亚人同婚的后代 男性称为爸爸 女性称为娘热 而娘热菜融合了两地的美食特色 以酸香辣而闻名 店长 让我娘不在还有菜可以吃吗 当然有 今天请你吃娘热糕 哇 这看起来好像跟一般的千层糕没有什么差别啊 有什么特别吗 来 带你去找我们的师傅 这边请 这娘热糕是马来西亚的必吃甜点 由于早期的娘热们擅长用植物之意为糕点染色 所以色彩缤纷和气味强烈成为糕点的最大特色 嘿 师傅 我听说今天就是由你来替我示范 娘热糕怎么做吗 对啊 那我现在手上拿这叶子它是 香兰叶 香兰叶 对 一般上我们做甜点 马来西亚的甜点都常用这种叶子来提香 所以它可以直接吃吗 它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甜点很高 所以你有办法直接吃 那怎么把它变成这一盆啊 我们就拿去把它搅拌 搅拌了之后只要它的汁 它就会有香气跟一个味道 这次我们来做的是吃冷的 所以一般可以放冰箱的 所以很有加的鸡蛋跟玉米糕 所以我们娘热糕还有分冰的热的忍的温的 一般上在马来西亚 这些吗 一般上在马来西亚都会吃比较常温的 像玉米粉 鸡蛋 香兰叶汁 砂糖和椰奶搅拌均匀后过滤 蒸上一个小时再撒上椰子粉 就成了这个口感Q软 而且扎实的娘惹糕 不过来吃马来西亚料理 也千万不能错过这道干咖喱 师傅 我们咖喱呢 有日式还是泰式 那马来西亚的咖喱有什么特别吗 一般上比较多的是新鲜香料 香茅 柠檬叶 南姜 南姜 之类的 比如辣椒都会有 所以是重口味的 这两个是 一个是椰奶 然后应该是椰丝 一定要加吗 椰丝可以不一定 可是椰奶一定会要加 为什么 因为它的香气比较重 也能代表中南農 可是我不管吃椰子呢 没办法没办法 鸡腿干咖喱工序相当繁复 先用洋葱爆香带出甜味 加入打碎的香料泥一同拌炒 用小火慢煮 接下来还要将腌好的鸡腿高温油炸至八分熟 最后才加入酱料中焖熟 起锅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椰奶 椰奶 师傅 椰奶不见了 我们不加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啦 刚刚你偷走了 那一碗都不重要 不重要吗 你怎么不加了是不是 这边有一碗 天哪 怎么这么大碗 你要加这么大碗进去吗 对啊 马来西亚风味的咖喱 最大的特色就是浓浓的椰奶味 提升香气外 也让咖喱更有层次感 鸡腿炖到软嫩 再搭配微辣的咖喱 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两碗饭呢 鸡腿冷不住 再来茶汤给你喝好了 茶汤 我不要 我不要 这样我晚上睡不着觉 妈 没关系 它没有茶 它没有茶 那它是 它是肉骨茶 肉骨茶 我知道 是马来西亚必吃美食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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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外面等了吧 为什么要去外面等 一定有鬼 通常这样都大有问题 师傅 你是不是有秘密 不想让我知道 没有… 骗人 我知道肉骨茶的重点 就在于中药材 师傅 里面是不是有 川虫 是不是有当归 是不是还有发酵 对… 是不是有狗鸡 他有说什么说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 但怎么也猜不完 因为师傅总共加了 16种中药材 配上大蒜和猪大骨一同熬煮 汤头清淡又鲜甜 除此之外呢 还加入了火锅料 把单调的肉骨茶变身成为肉骨茶火锅 我们在我们肉骨茶里面 先加入了一些抗汗 抗湿的药材 还有食材方面 我们在挑选了一些台湾本地的一些食材 鲜香菇之类的 特地选用台湾食材的 还有这道娘惹鱼鱼 淋上用番茄 柠檬叶等香料熬煮的娘惹酱 酸辣带劲充满浓浓南洋味 另外还有这个椰丝虾 厚实的奶油香气和酥脆的椰丝 特别爽口 再来也别错过这个香蕉甩饼 外皮脆口加上面乳香气 贡献女性朋友的味蕾 印度 中国结合在地特色 马来西亚菜有如小型的联合国 实在是style